大豆饼铺 大豆饼铺 而我国大豆总产量中约有40%用于取油 因此大豆饼铺资源非常丰富 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用量最多的植物性蛋白饲料 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其他饼铺类饲料的使用与否以及用量都以与大豆饼铺的比价来决定 与其他饼铺类饲料相比 大豆饼铺具有如下优点 1. 风味好 色泽好 具有很高的商品价值 2. 成分变异少 质量稳定 数量多 可大量经常供应 3. 氨基酸组成平衡 消化率高 4. 可取代部分昂贵的蛋白源 5. 合理加工的大豆饼铺不含抗营养因子 使用时不需要考虑用量限制 6. 不易变质 黴菌 细菌的污染较少 说到这里 同学们可能就会好奇了 大豆饼铺这么厉害 究竟含有什么神奇的物质呢 其实 大豆饼铺在续型和鱼饲料及特种动物饲料中广泛使用 主要是由于它蛋白质含量高 品质好 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达40%至47% 而且 蛋白质中氨基酸的组成也优于其他饼铺类饲料 其中 动物生长所需的必需氨基酸 赖氨酸含量较高 可达2.9% 位居所有饼铺类饲料之手 仅次于鱼粉 但大氨酸和光氨酸含量偏低 蓝氨酸和大氨酸的比例有些失调 因此 以大豆饼铺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饲料 应注意补充大氨酸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大豆饼铺虽是大豆加工后的副产物 但也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 质量及适用价值主要受加热处理程度的影响 适度加热可使大豆饼铺中抗营养因子破坏 还可以使蛋白质展开 氨基酸残疾暴露 易于被动物体内的蛋白酶水解吸收 当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 会使耐氨酸等碱性氨基酸与还原糖发生 美拉德反应减少油里氨基酸的含量 从而降低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而加热不足又不能够破坏抗营养因子 那么如何判断大豆饼铺加热程度是否适宜呢? 一般来说 可通过饼铺的颜色来判定大豆饼铺加热程度适宜于否 正常加热为黄褐色 加热不足或未加热时 颜色较浅或为灰白色 加热过度呈暗褐色 听到这里 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什么是大豆饼铺 大豆饼铺的营养特点 以及加热程度是否适宜的判断方法 那么它的适用价值又如何呢? 在加工鱼用饲料时 大豆饼铺既能充当精尿 又能用于特种水产品的饲料 如在虾 鳖 蔓利饲料中作为植物性蛋白源与鱼粉配合使用 既能发挥较好的养殖效果 提高饲料利用率 又能降低成本 目前海水鱼的养殖发展迅速 研究发现 如在饲料中合理使用大豆饼铺 可以起到替代部分鱼粉的作用 对于神奇的大豆饼铺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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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